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看看腹痛有哪些常见的原因 第三我们学习腹痛相关疾病的诊断和间谍诊断的要点 最后我们了解一些有关腹痛的处理措施 首先我们看什么叫做腹痛呢 什么叫腹痛 肚子痛 对了 那么腹痛它是指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腹腔内外 脏气的病变而产生的腹部的疼痛 在里面好像让你感觉有点怪 这个定义 怪在哪儿呢 腹腔内外 脏气的病变都可以引起腹痛 那么由此可见的话 腹痛这个症状常不常见 常见 非常常见 在座的有没有谁从来没有腹痛过 没有 它往往也是促使患者就医的一个重要原因 非常常见 为什么非常常见呢 也跟多种疾病都可以引起腹痛有关系 而且呢 腹痛的性质和腹痛的程度 往往跟病变的情况 以及刺激的程度呢 是有关系的 而且还受神经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这个腹痛的常见的原因 腹痛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 两大类 它的病因呢 是极其复杂的 包括有炎症 炎症就是感染了 肿瘤 初学 梗阻 疮恐 创伤 以及功能障碍 总体来说 就有这些情况 都可以引起腹痛 那么 根据你们的生活经验 你们跟我几句例子呢 比如说是肿瘤 哪些肿瘤可以引起腹痛 肠道肿瘤 对了 非常好 具体一点 胃癌 对了 胃癌 肝癌 等等 是不是 非常好 那么疮恐呢 胃肠疮恐 对了 显然可以引起腹痛 显然可以引起腹痛 极性腹痛的常见病因当中呢 最常见的是 腹腔胀气的极性炎症 那么最为常见的有 极性的胃炎 极性的肠炎 极性的狼胃炎 极性胆狼炎 极性胰腺炎 极性胆管炎 等等 这些腹腔胀气的极性炎症 腹腔胀气的极性炎症 第二类呢 是腹腔胀气的极性窗孔 那么最多见的是 胃食而止肠 溃疮窗孔 此外呢 还有像极性胆能炎 窗孔 极性栏炎 窗孔 我们这个图示呢 显示最下面一个就是 切下来的极性 单纯性栏炎的 一个标本 第三类呢 那么是空腔胀气 阻塞 进卵 或者是流转 在这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哪些是空腔胀气 肠 胃 肝是不是 不是 对了 还有呢 塑料管 算不算 这些都属于 空腔胀气 最典型的 这一类 引起极性浮痛的疾病 肠梗阻 肠流转 肠套点 胆道结石 等等 塑料管结石 都是非常常见的 这一类引起浮痛的疾病 第四类呢 是浮腔胀气的破裂 破裂 那么最多见的就是肝破裂 皮破裂 此外呢 输卵管 任生 破裂 也是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的 另外呢 这个浮腔胀气的血管病变 浮腔胀气的血管病变 也可以引起浮痛 那么 你们听说过人的肠管是花的 听说过吗 花的 没听说过哈 你们认为肠管是什么颜色 肠管 我们通常说的肠子 什么颜色 灰的 红的 白花花的 好 请大家来看一看 右下这个图 看到这个肠为什么会是花的 因为他必须要接受血液的供应 血液的供应就必须靠血管去输送 是不是 因此呢 肠管的外面呢 他布满了血管 对不对 布满了血管 所以说一打开一看的时候 那么肠是花的啊 那么这是曾经一个人问我的一个问题 一旦供应 这个什么呢 肠 管的 动脉 发生了 酸色 比如说肠细末 动脉酸色 可以引起浮痛 此外呢 像 皮酸色 肾酸色 等 也可以引起浮痛 最之前的 我们讲的 引起浮痛的病因呢 都在浮腔内的脏器 对不对 好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浮腔外的脏器病变 也可以引起浮痛 我们接下来看看 浮腔外脏器病变 这里面 最典型的就是 心脚痛 心肌梗死 签中毒 还有呢 尿毒症 那么当然 签中毒 尿毒症 所以全身性疾病了 在这里呢 举一个例子 那么曾经 有一位 这个男性 五十多岁 在一段时间之内 时不时的出现 中上腹的疼痛 医院呢 一直跟他当成 胃溃疡 来进行治疗 直到有一天 他在开办公会的期间 中途 上卫生间 在卫生间 发生心肌梗死 结果他牺牲在了卫生间 过后 倒过去看 才知道这个病人 他多半是被误诊了 他实际上是一个 关心病心脚痛患者 他不像 这个心脚痛 典型的这个疼痛 是在哪里呢 心前区 对心前区 他表现在中上腹部 那么就去怀疑他的什么呢 委屈了 所以非常遗憾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 哪些情况下 可以引起呢 慢性腹痛 哪些情况 可以引起慢性腹痛 那么 首先 最为常见的是 消化道的疾病 这当中 尤其常见的是 胃十二指肠 溃疡 慢性胃炎 这些的发病率呢 都是非常高的 第二类呢 是 浮腔脏器的慢性 感染性疾病 又叫慢性炎症 比如说 像慢性的胆囊炎 胆道感染 慢性的肝炎 慢性一线炎 女性当中呢 还有一个常见的 就是慢性膨腔炎 那么都是慢性腹痛的 非常常见的原因 好 第三种呢 就是浮腔内的肿瘤 那么我们就可以数出很多来了 胃癌 肝癌 还有什么 胰腺癌 结肠癌 卵巢癌 非常多了 在这里只举了这么几种 此外呢 像肠道的寄生虫病 最常见的就是 沟虫病 灰虫病 沟虫病 灰虫病 此外呢 慢性腹痛 它还建于 这个慢性的牵中毒 胃肠的神经 关能症 以及结肠 一级综合症 一级综合症 等等 这些情况下呢 腹痛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看一看这个有关腹痛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三个主要环节 那么有哪三个呢 我相信通过前面的学习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第一个 临床表现的特点 第二个 腹痛淡水的症状和体征 第三个 涉及到腹痛相关的实验室检查 那么我在这里面呢 着重问你们一个问题 有关腹痛临床表现的特点 我们应该去了解哪些相关的信息 或者叫捕捉哪些信息 我是一个腹痛患者 来了 你是医生 哪儿痛 什么时候痛 性子 有多数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你们已经是半个医生了 半个医生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 临床表现的特点 那么我们主要呢 围绕着以下的特点呢 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第一个呢 就是腹痛 腹痛的部位 第二个呢 腹痛的性质和程度 刚才我们有同学说的 有多痛 对不对 第三个呢 诱发原因 第四个呢 发作的时间 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呢 进一步的了解 首先我们看腹痛的部位 我们看腹痛的部位 那么腹痛的部位呢 往往代表了它病变的部位 所以说你了解腹痛的部位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像胃十二指肠的疾病 还有极限一线炎 这些疾病呢 它的疼痛的部位在中上腹 为什么在中上腹呢 在这儿啊 中上腹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解剖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而像胆囊炎 胆石症 就是胆结石啊 肝脓肿等等 这些疾病 它的疼痛 主要在右上腹 而像发病率非常高的 急性郎维炎 那么主要表现在 右下腹的疼痛 而且呢 最典型的 郎维炎 急性郎维炎的 右下腹疼痛呢 为转移性的右下腹痛 曾经我们遇到一位病人 这位病人呢 是十九岁的一个年轻大学生 来的时候呢 是中上腹疼痛 然后有发热啊 有发热 那么就在跟他做腹部检查的时候 他说 痛到这儿来了 痛到这儿来了 什么意思啊 转移性的右下腹痛 非常典型 那么就凭这一点 接着检查他的这个什么呢 脉死点 那么有压痛 有反跳痛 那么这个患者 多半位 急性郎维炎 那么马上转到外科 手术证实 他的确是一个急性 单纯性的郎维炎 而小肠疾病呢 他的腹痛呢 主要在其中围 因为小肠就在 其的周围一圈 而结肠疾病呢 主要是下腹部 或者是 左下腹 如果说是腹痛是弥漫性的 整个肚子都痛 或者是呢 部位不定 一会儿在这儿痛 一会儿那儿痛 往往是急性浮膜炎 急性的肠根主 或者是呢 急性初血性 坏事性肠炎 好 这是这个 明床表现特点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腹痛的部位 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了解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腹痛的性质和程度 如果说是突然发生的 中上腹部 剧练 刀割样 稍作样 疼痛 这种多为胃 十二指肠 汇扬 创恐 而中上腹 持续性的剧痛 或者是有 正发性的加剧 那么往往建于 急性胃炎 急性一线炎 等这些情况 而像 胆结石 胜结石 它往往表现为 正发性的脚痛 我们分别叫做胆脚痛 胜脚痛 这些都为 这个剧烈的疼痛 此外呢 像胆道回虫症 胆道回虫症 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就是在 正发性的 发生 剑图下 剑图下 钻顶样的疼痛 钻顶样的疼痛 这种多为 胆道回虫症的 典型表现 此外呢 像持续而广泛的 剧烈腹痛 而又伴有 伏笔 急紧张 或者是 这个 板样强直 硬邦邦的 整个肚子 硬邦邦的 那么 多为急性 弥漫性的 浮摸炎 第三 我们看看 诱发的因素 像胆脑炎 胆石症 当它发作 胆脚痛的时候 常常 有 禁食 游历 食不食 比如说 吃了东坡肘子 红烧肉 还肥肥的 那种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往往要问 问患者 怎么问 你都吃了什么呀 是不是 诱发因素 而像 急性一线炎 发作前 常常有 酗酒 暴饮暴食 的这么一个 病史 那么 他会告诉你 昨天外地 来了一个同学 那么大家 非常高兴 大吃大喝一番 是不是 第三个 是部分 机械性的 肠根组 那么 常常有 腹部 手术室 比如说 他曾经做过 急性 蓝胃炎 的蓝蚊 栽出术 那么 三年五年以后 又出现了 机械性的 肠根组 那么 他以前的 这个 腹部手术的 历史 就 可能 导致了 他有 肠 粘粘 而 在一定 诱发因素 之下 他可能 会出现 机械性的 肠根组 此外 当 腹部受 暴力作用 之后 引起 剧烈的 腹痛 尤其是 还伴有 休克 这种 多半要 怀疑 他有 内脏 破裂 的可能性 内脏 破裂当中 最常见的 就是肝 破裂 皮破裂 皮破裂 那么 还有更为 严重的 像 腹毛后 静脉虫 破裂 这些 质血 就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此外 我们还得注意 腹痛的 这个 发作的时间 如果说是 残后 发生的腹痛 往往 建于 胆 移 的疾病 以及 胃部的 肿瘤 还有呢 就是 消化不良 往往是 吃过饭以后 出现腹痛 而出现 饥饿痛 有周期性 结肋性 那么 这种 往往是 溃疡 胃 是 常溃疡 而像 子宫 内膜 异胃 所引起的腹痛 那么 常常跟 月经周期 有关系 常常跟月经周期 有关系 好 以上呢 我们主要从 四个方面呢 那么 相关的特点 相关的特点 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了患者有腹痛 我们同时还要问他 是不是还有别的哪儿不舒服 对不对 伴随症状和体征 如果说腹痛还伴有发热 常常提示 他体内有感染 为炎症 腹痛又伴有 黄胆 那么 多半是 肝 胆 胰 这些脏器 可能存在有 问题 比如说 像胆食症 胆管 肝炎 肝癌 胰头癌 等等 这些情况 如果说是腹痛 伴有呕吐 以及肝门 无排气 这种 往往进于 各种原因 所引起的 肠 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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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往往呢 表示有肠道的炎症 比如说像慢性结肠炎 肠结和慢性的一线炎等等 浮动伴有变血也是很常见的 如果说浮动伴有急性变血 多见于肠靠点 脚窄性的肠根柱 初血性 坏死性 肖成炎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浮动伴有慢性变血呢 可见于像慢性菌粒 慢性结肠炎 肠道的肿瘤等这些情况 当浮动患者 他出现了浮腔的液体 浮腔的液体 那么这个浮腔液体抽出来以后 那么发现有大量的中性粒细胞 这种就表明是炎性胜处业 炎性胜处业呢 就提示浮腔有感染或者是浮腔脏气有炎症 进一步发生了窗口 比如说急性浪维员窗口而引起的这个浮腔液体 如果说浮腔伴有胆质性的生粒液 你抽出的浮腔液体 那么为黄绿色 它为黄绿色 那么它往往由这个胆道窗口而引起的浮膜炎 如果抽出的液体为血性液体 那么多半是内脏破裂出血所引起的 接下来我们就应该结合浮腾呢 去做一些相关的实验室检查 相关的实验室检查 如果说患者的外周血向 白细胞总数高 中性粒细胞分类也高 多半为感染性疾病 刚才我所说的那个19岁的小伙子 那么一边跟他做检查 随后呢做了一个这个外周血向的检测 那么出来的报告呢 显示白细胞总数高 分类呢达到80% 达到80% 那么显然为严证 正式为严证 如果说是外周血液当中 血红蛋白量降低 红细胞的数都明显的 降低 这种情况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 红细胞素低了 血红蛋白量低了 我们还讲过一个HCT低了 任何一项低了就代表的是什么 贫血 对了哈 那么这个贫血呢 有什么来引起呢 可能是内脏出血而引起的哈 下降非常明显 当然冥床上要结合病情 如果说我们肉眼观察 或者是显微静下观察 有血料 有血料啊 那么有肉眼血料 有的肉眼看不出来 但是显微静下显示有红细胞啊 有红细胞 那么为静下血料 它往往是尿露结石的重要的诊断依据 此外呢 我们通过检测血液料液当中的淀粉酶啊 发现淀粉酶增高 常常提示为极性一线炎 而血液当中 挡红素水平升高了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 胆道替换 此外呢 我们还能够通过做内窥镜 内窥镜 像哪些内窥镜呢 胃镜 肠镜 是不是 肠镜 去了解胃 十二指肠 结肠 等这些部位的病变情况 看似溃疡呢 肿瘤啊 还是有出血啊 等等 都有助于呢 病因的诊断 此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做 诊断性的腹腔穿刺 那么对确定腹腔脏器的 病变的性质 也是非常具有诊断意义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结合病情呢 选择多种 这个X-ray的检查啊 比如说通过做腹部的透视 发现它的阁下有游离气体 那么多提示 未肠有窗口 而如果说是这个肠管内出现了液平面啊 那么它往往是肠梗阻的一个特征啊 是肠梗阻的一个特征啊 此外呢 我们做腹部的X屏片啊 那么能够发现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 还有呢 就是腹腔 淋巴结的一个盖化情况 而像做未尘道胆囊 还有尿路的噪音 那么这些检查呢 能够帮助确定腹痛的病变部位 此外呢 我们还有一种检查是非常成见的 就是臂操啊 臂操检查不仅能够这个让我们了解胆胆囊啊 胆囊胆管的解剖结构 还能够反映呢 胆囊啊 胆管内的结石 回虫肿瘤的大小啊 和位置 那么为胆道疾患呢 提供重要的诊断依据啊 诊断依据 所以说结合腹痛呢 我们根据病情呢 去选择相应的检查手段 然后再综合我们上面呢 三个方面的信息资料 进行病因诊断啊 进行病因诊断 接下来呢 我们了解一下腹痛的主要的处理措施 首先是病因治疗 那么对于腹痛相关的疾病呢 我们应该尽早的确定腹痛的原因 然后进行对因治疗啊 对因治疗 那么对有手术指针的疾伏症 更应该抓住手术的时机 如果不抓住的话 比如说像急性脑胃炎发生下去就可能 疼痛 对不对 急性胆囊炎也是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病情 那么像急性脑胃炎 脚载性的肠梗灼 胃 十二指肠溃疡疮疮孔等等 这些我们都需要尽快的手术 第二个治疗措施呢 是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 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解禁止痛 我们可以选用像阿托瓶三囊挡减 等这些解禁剂 那么对于像胆脚痛肾脚痛 这些剧烈疼痛 如果说病因已经诊断明确了 它就是胆脚痛肾脚痛 我们可以使用麻醉性的症痛剂 麻菲 杜伦丁 然后再加用这个阿托瓶来缓解疼痛 但是对于诊断未明的肌肤症 诊断未明的肌肤症 那么应该禁止使用强效的症痛剂 以免掩盖病情延误诊断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 进行水电解质紊乱的纠正 纠正 根据普通病人的嘔吐量 尿量 以及它水电解质的紊乱的情况 来进行补业 第三个就是抗感染 在有严性感染的情况下 那么选用这个合适的敏感的抗生素 进行抗感染治疗 另外呢 我们还得注意一些情况 我们把它称为一般处理 比如说我们要安慰患者 解除他的思想顾虑 还有来让他采取舒适一点的体位 来减轻痛苦啊 此外呢 还得密切观察病情的一个变化 包括有浮痛的部位 程度啊 频率 持续的时间啊 持续的时间 以及呢 还要注意是否有呕吐 浮泻 发热 贫血 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随时观察 病情的变化啊 变化 好 有关浮痛呢 我们就从上面四个方面呢 进行一些基本了解 那么最后呢 我们做一些总结 第一点 浮痛的病因 极为复杂 总体来说 包括有炎症 肿瘤 出血 跟住 疮孔等多种情况 第二点呢 浮痛相关的疾病 我们应该尽早的查明病因 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啊 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像 脚宅性肠根主 胃肠 肠孔 坏式性的一线炎 等这些 疾伏症 应该尽早的 争取手术治疗啊 尽早的争取手术治疗 此外 大家一定要记得很清楚的一点 疾伏症 当原因未明的时候 切记使用强效 症痛剂 强效症痛剂 又称为呢 麻醉性的症痛剂 马菲 杜能丁一类的药物 好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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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